作为大名公子的姐妹片,大宋公子正在火焰拍摄中,近日,剧中的定装赵刘初,确定了刘涛将出演大宋公子的女主溜若一脚。 照片中刘涛身穿一型如群,头发盘起,妆容精致,加上古典绿镜的加实,显得优雅大方,仿佛像画中走出一般,剧组在造型上也是用了心。 刘涛顶装照的造型也是有依据的,以下是北宋,一些雕像,是不是感觉很像。 大宋公子讲述了刘涛饰演的张姓皇后刘涛一生的传奇事迹,该剧的导演是李少红,曾导演过心法《红楼梦》,特别一提的是周宇宁将出演该剧的男主角,曾经在流行花园中出演《花责类》的他收割《万仙少女的心》。 小巴期待他在这部剧中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哦,在大家影像中,刘涛在剧中出演的形象,大,都是女强人类型的,例如《欢乐颂》里面是夜女强人安迪,《大军师司马一之军师联盟》中,里面的强悍人七张春,哇,时间越长,大家对刘涛的印象就有点固化了。 一个演员最怕的是演艺形象总是被定型,很难突破自己,刘涛总是出演女强人类型的角色,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 从脉型上看,脸部显条明显,骨骼感较强,唇骨比较突出,脸上的肉不多,这会让刘涛看上去比较成熟和干练,但是会缺少年轻感。 在生活上,刘涛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强人。 2007年,刘涛嫁给了小的两岁的王柯,并退出娱乐圈相夫教子,但是好景不长,王柯因为生意失败被善之额债务,为了还债,刘涛开始付出并疯狂演戏,付出四年拍了25部戏。 还亲债务四亿,成为家里经济顶梁柱,有句话说夫妻本是铜铃鸟,大难领头各自飞,但是刘涛并没有在王柯最困难的时刻离开,而是努力赚钱还债养活家庭。 小八真的要为涛姐的霸气疯狂打扣了,夫妻两还一同录制了,亲爱的客栈,其中的相处之道,也为人所惊惊的道。 刘涛工作累了,王柯会给他倒水喝,一旁的看亲子很是嫉妒了,刘涛也会给王柯烙煎饼吃,两人腻在一起的画面实在很有爱啊。 在事业上,刘涛是一名演技术肯定的演员,在家庭当中,刘涛是一名嫌妻良母,刘涛能同时兼顾这两个身份并且处理得如此出色,可能源于他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和对美好家庭生活的向往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